好,上一集我们读到了这个伯格里啊,他在苗族这里得到了巨大的大放异彩,和汉族人和这个黎族人来传播他的这个想法,但得不到这个认可。 这些个无家无业的,像流浪汉一样的苗族人到极其认可的,这个也挺好想象的吧,就是世世代代被歧视这群人,过着这个诸狗不如的这个底层生活,这么受尊重,又是这么高阶层的人尊重他,当然大家都飞奔来了。 从而就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啊,这些个人可能也真的被压榨了,有点麻木了,伯格里就给他们讲圣经故事,讲完一会儿呢,说都听懂了,知道了,再过一会儿说你刚讲的故事,你们复述一遍,大家都很茫然,说都忘了,这都人在极低层次的底层下压榨下人,可能会变得这样。 伯格里说那得认真的,好好的,得弄的,是吧,说现在地方也太急,但是这里还发生很多事情,因为比如说他这里讲了一个老旗的故事,就是他整个社会阶层都出现了巨大的大震荡, 本来这一群人像一群奴,像一群奴隶生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突然有伯格里这样的人出现,他们聚集在一起了,这不是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吗? 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比如说有一个,叫这个,土木,就是叫做陆真祥,非常残忍,这个家伙说,杀了苗族人,杀了黎族人,可能杀了好几百人了,说是, 政府也不敢管他,他就对这个伯格里这一套就不屑一顾,他的说法呢,我宁可掉脑袋,我也不加入你这个基督教,就是中国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下圣旨要命令全国臣民都追随,有为者砍头,我也宁愿砍头,我也不信你这个玩儿, 但是,苗族人信我不反对,你现在我就通知我地盘上所有苗族人,都是底层人了,等于都是差不多像他的奴隶了,都来,听你传教,我就坐在这里,咱俩辩论,他就是在现场辩论,伯格里在那里讲一些个教义的地方,他在旁边粗暴的,不屑的在那里打断他,反对伯格里,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可能也因此和伯格里建立了另外一种,这个,一种关系吧,说伯格里,你那些个说出来的话,你都没什么用,但是你带来那些个洋货挺好用,那些个药品的挺好用,而且,大家想这些个,香舍也好啊,土司也好啊,什么黑社会的头目也好啊,奴隶组也好啊, 他还必须要看到一个问题,就伯格里,呃,带着一些个,比如说他和官场,有很紧密的关系啊,那应该这些个人,他,他得可能得考虑这个问题,是吧,他是在,百道上伯格里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到哪个官府去都给,面子, 因为这个,呃,北京来的消息,要全力的保护洋人,啊,所以说这些人,都给面子,啊,要看这里,看着伯格里啊,啊, 呃,因为苗族人都来投奔他,路上会碰到阻碍啊,呃,压榨啊,盘剥啊,这些个,主,呃,问题,呃,伯格里到哪里都可以,呃,都可以这个,摆平,这些个问题,啊,什么吐司啊,什么都得给面子,都给他面子,啊,就是这些个故事, 总而言之,现在伯格里呢,感觉到呢,他那个几十个人的小教堂,十七年才收了几十个信徒,现在都上千人,啊,到后,到现在还没统计出数字来,就是苗族人都疯了,都投奔这个伯格里来,投奔这个教会来,他现在要找一个地方,要建一个更大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呃,教堂,啊,还有建学校,啊,雄心勃勃了,啊,那么就是选了什么地方呢,选了这个,呃,这个有个叫安荣之的,啊,这个安荣之啊,说是最后的,决定赠送给这个伯格里啊,六十亩地,这个非常大, 啊,六十亩地,啊,这个安荣之的这个介绍啊,这个,这本书里,这个,这个,介绍我觉得很传奇,是吧,我看看这个,摆头摆颗里有,啊,就是太文艺,是吧,这个介绍,啊,我看看这个, 摆头摆颗里有,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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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呃,那么,要建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叫做,呃,地址呢,是在,呃, 应该是在昭通往镇雄入川的必经之路 离着昭通的七十里路 叫石门坎 这个地方呢 说是乌蒙地区啊 花苗居住的中心位置 是滇前川三省的交界处 这个石门坎 有这个储量丰富的优质露天无烟煤 坡下有条小溪啊 是长年不干 溪水充足 于是啊 伯格里决定要在石门坎建立一个乌蒙山苗族教会 第一个教会苗族的专为苗族要建一个教会 还要建一个学校 这个和这个就 和这个爱荣之 这有很大的关系 我看这个爱荣之 百度既然还没有这个人 但是这本书里描绘的这个爱荣之 太传奇是吧 很像故事会 我看他在前面在哪里提到的这个爱荣之啊 伯格里到达了一个离族土木头木的这个寨子啊 这个土木的名字呢 叫做爱荣之 是威宁最大的一家土木啊 伯格里听当地人介绍 安家号称是指手为业 意思是什么呢 手指到哪里 哪里就是他安家的产业和势力范围 爱荣之亲手管辖的这一带有六十多个苗族村 暗族 爱荣之 伯格里深知此人的态度对他非常重要 有了他的帮助 此行的目的就完成了一大半 如果安荣之是这个反对啊 那么他也这个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幸运的是安荣之是一个开明的头目啊 当苗族人开始信教的时候呢 安荣之专门到昭通巴雅法国伯格里 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伯格里 礼节周全的接待了他 彼此留下了很好的艳象 安荣之这个给伯格里讲 自己是黎族最显赫家族的直系后代 他们家族历来以开明和拥有超前的政治智慧而闻名 远在中国的蜀汉 诸葛亮五月杜卢是深入不毛 平定南中时 他的祖先祭祭火就站在了啊 这个诸葛亮那一边 运粮运输粮草是修桥铺路 为诸葛亮降服 梦获立下汉马功劳 诸葛亮那个册封其为罗殿国王啊 国就在今天的贵州碧结大方一带 中国明武红四年 也就是1371年 朱元璋经落西南 他的祖先是葛翠 率先贵父 被大明啊 王朝策封为贵州宣位使 职位相当于今天的这个贵州省省长 1831年呢 这个葛翠呢 因为因病去世 他的妻子年仅20岁的奢乡夫人啊 接任贵州宣位使一职 才20岁 啊 那个男女平权挺厉害嘛 是个妻子啊 1383年 明王 明王朝派驻贵州的封江大利 马业 抱着大汉民族主义的偏见 视摄乡为南方蛮女 找茬把摄乡抓起来 大庭广众之下 大庭广众之下命令手下 剥去摄乡的上衣 按在地上用主板猛打 一个 这一年的摄乡才22岁 他盼望啊 以此激怒摄乡 啊 这个我觉得就别读了 这个很多都是演绎的故事 是吧 这个离子真实的这个东西 就挺远的 是吧 这个 你说的太笨了吧 是吧 也太太简化了吧 把人的这个 啊 这个状态 是吧 那么这个48个离子头目呢 就要造反 然后就劝他 别造了 呃 最后呢 又面见朱元璋 和朱元璋就诉说 他的这些个事 朱元璋呢 很气愤 就给他很高的名气 很高的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荣誉吧 等等等等吧 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 啊 安荣之的娘 啊 所以说就安荣之的娘 见过朱元璋 啊 厉害吧 这里面还出现过一个 这个明朝的有名的官员 叫王明洋 我也不知道 这个王明洋 是那个王明洋吗 啊 安荣之啊 从小就学习哈埃语 后来顺利的通过了科举考试 成为人 呃 人见人静的举人 哇天 不得了 啊 这个了不起 这个安荣之 赠送给他 这个 六十亩地啊 同意帮助他传播这个圣经 这个人 他没有这个 没有 没有 巴多百克 你没有这个人呢 知道吗 这个人是谁呀 我再搜一下 又是个离族 是吧 那么离族呢 似乎是在 压迫 有六十个苗族存在 是吧 或者用另外一种 说法 就是这个 有六十个村子的苗族奴隶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安荣之 哎呦 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好像只剩下这个了 只剩几个墙了 现在 这六十亩的学校 剩下这些东西吗 哎呀 这个还有待这个 有待这个后面 慢慢的这个了解啊 没有这个人 度量不到 啊 要说这个人是挺伟大的 是吧 给六十亩地啊 那还了得啊 啊 而且是个离族人 而且这个 这个 学校也好 教堂也好 专事监 好像似乎针对 这个比较倾向于针对苗族朋友 啊 这个他建 他建这个教堂和学校 就是因为他现在碰到了问题吗 很多苗族人来偷奔伯格里吗 他那里 招不消了 招不开这些人了 啊 爱荣之 没有这个 没有人在这个人的记载啊 有机会去去探寻了 还是个举人了 还是个举人了 为什么 这么有名的人 为什么没有 没有他的记载呢 再加上点这个 再加上点这个 后面的关键词 看看 没有 要不是这个作者 把这个人名字 搞得不对了